列为优先方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苏丹外交国务部长库尔提 周永康说中苏建交50年来双边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成功范例 我有幸成为中苏石油合作的见证人 那段历程总是让我难以忘怀 我们对苏丹在中方核心关切问题上的坚定支持表示赞赏 他说凡是有利于苏丹和平稳定发展的事情 我们都坚定不移的支持 中方将加快落实双边一揽子合作协议 积极研究加强两国在农业等领域的合作 库尔提转达了巴西尔总统至胡锦涛主席的口信 希望加强苏中在农业开发等方面的合作 2010年上海世博会今天进入开幕倒计时200天 截至目前已经有242